我要说继续开会 好 那么我们继续开会 我们现在先处理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公务预算 以及附属单位预算解冻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 处理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预算公务预算解冻案 一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二幕第一节科技发展工作向下 卫生与社会福利统计应用研究及健康资料加值应用云端化服务计划 做成冻结1分之1之决议案 二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二幕第一节科技发展工作向下 卫生与社会福利统计应用研究及健康资料加值应用云端化服务计划 做成冻结1分之1之决议案 三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三幕第一节社会保险行政工作向下 全民健康保险业务 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费用协定及监理业务及 全民健康保险争议审议业务之一般事物费 做成冻结200万元之决议案 四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三幕第一节社会保险行政工作向下 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费用协定及监理业务做成冻结1分之1之决议案 五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三幕第一节社会保险行政工作向下 全民健康保险医疗费用协定及监理业务做成冻结100万元之决议案 六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八幕医政业务做成冻结2000万元之决议案 七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八幕医政业务向下健全医疗卫生体系 不含保险费及临时人员酬金做成冻结500万元之决议案 八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八幕医政业务向下医事人力培育与训练之伪办费 做成冻结1分之1之决议案 九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九幕心理及口腔健康业务向下 加强心理健康处境工作之业务费做成冻结300万元之决议案 十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十幕护理及健康照护业务向下 强化护理人力培育与提升专业之能做成冻结200万元之决议案 十一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十幕护理及健康照护业务向下 推动长照服务体系及长照服务网业务 做成冻结100万元之决议案 十二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第十五幕医院营运业务向下 医院营运辅导含业务费设备及投资 做成冻结1000万元之决议案 十三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一幕 科技发展工作向下导入健康风险 评估科技及精进我国食品安全做成冻结500万元之决议案 十四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一幕科技发展工作向下 导入健康风险评估科技及精进我国食品安全做成冻结 十分之一之决议案 十五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二幕一般行政 人事费除外做成冻结四分之一之决议案 十六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二幕一般行政向下 基本工作为辞职署长特别费做成冻结四分之一之决议案 十七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三幕食品药物管理业务向下 食品管理业务之健康食品茶宴登记计划 做成冻结100万元之决议案 十八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三幕食品药物管理业务向下 区管理中心业务之输入食品边境茶宴及 市售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三幕食品药物管理业务向下 十九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三幕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三幕食品药物管理业务向下 区管理中心业务之输入食品边境茶宴及市售食品卫生安全品质监测计划 做成冻结2000万元之决议案 另有组决议一案 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卫生福利部主管第三项决议 四针对区管中心业务之输入食品边境茶宴及市售食品 卫生安全品质监测计划预算冻结2000万元 以案鉴于本预算编列为强化进口及国内食品安全管理 落实边境茶宴 扩大检验量能并提升产品通关时效 委托民间实验室办理检验确有时需同意准与动之 为针对边境茶宴能需加强专业教育训练 如发现有疑虑立即送食药署 国家实验室确认因应突发事件 加强联合中央地方及民间实验室资源 启动紧急检验扩充检验量能 针对高风险产品及实节性食品之监测 必须随时依风险检视中央与地方 合力增加高风险产品之抽检率 并及时公布相关结果以达资讯公开 为全民食安把关提案能委员停丘警 二时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三幕食品药物管理业务向下 从建食品药物安全计则 从建食品药物安全计划之办理强化食品源头管理机制 相关业务之委办费做成冻结1000万元之决议案 二时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三幕食品药物管理业务向下 从建食品药物安全计划之传统小型食品加工业 二时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三幕食品药物管理业务向下 从建食品药物安全计划之食品安全守护联盟计划及教育训练 做成冻结400万元之决议案 二十三审查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针对该部食品药物管理署第三幕食品药物管理业务向下 从建食品药物安全计划之办理强化食品源头管理机制 相关业务之一般事务费做成冻结300万元之决议案 处理中华民国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 有关卫生福利部主管附属单位预算解冻案 一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 针对该部主管医疗药品基金之母基金预算 做成冻结1分之1之决议案 二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 针对该部主管医疗药品基金之母基金预算 做成冻结1分之1之决议案 三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 针对该部主管健康照护基金之医疗发展基金 推动弱势族群医疗照护计划 三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 针对该部主管健康照护基金之医疗发展基金 心理及口腔健康品质提升计划向下 会费捐助补助分摊 照护救济与交流活动费之捐助补助与奖助 做成冻结1千万元之决议案 五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 针对该部主管健康照护基金之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 卫生保健计划向下加强少子女化妇幼健康照护服务 自办理经济弱势升值健康服务方案 做成冻结300万元之决议案 六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 针对该部主管健康照护基金之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 加强少子女化妇幼健康照护服务向下 办理经济弱势升值健康服务方案 做成冻结1之决议案 七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 针对该部主管健康照护基金之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 卫生保健计划向下 儿童事例听力保健计划 做成冻结215万元之决议案 八处理卫生福利部行为104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 针对该部主管健康照护基金之烟害防治及卫生保健基金 提升中老年健康促进方案向下 办理高龄友善城市及活药老化 做成冻结1分之1之决议案宣读完毕 好 那我先请教一下在场的委员 那委员是不是能够同意 因为我们还在还差一位委员才到才能够处理 那我们先宣读下面也要处理的议案 那如果稍后有一位委员到了 我们就马上处理再回过头来处理 同意吗 好 那我们就先把握时间 好 请宣读 社会救助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 委员李同好等27人提案第三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卫生福利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项涉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职长者 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 委员周尼安等19人提案第三条 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卫生福利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本法所定事项涉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职长者 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 前二项主管机关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全责化分如下医主管机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资格 审查生活辅助医疗补助紧急救助灾难救助 食物给付脱贫及游民安置辅导等相关权益之规划 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二教育主管机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 教育权益维护及教育补助等相关权益之规划 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三劳动主管机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就业促进与保障 劳动权益等相关权益之规划 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四财政主管机关 实务捐赠税捐之减免等相关事业 五住宅主管机关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住宅 权益维护住宅补贴措施之规划 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六警政主管机关游民通报及协助辅导等相关事业 七灾害防救主管机关协助灾害救助及善后处理等相关事业 八其他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权益保障措施 由各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依职权规划办理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 第三条本法首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卫生福利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本法锁定事项 涉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职长者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 委员刘建国等20人提案第三条本法首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卫生福利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本法锁定事项 涉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职长者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办理 委员黄伟哲等18人提案第四条本法所称低收入户 指经申请户籍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核认定 符合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费以下 且家庭财产未超过中央直辖市主管机关公告之当年度一定金额者 前项所称最低生活费由中央直辖市主管机关参照中央主计机关所公布 当地区最近一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60%定支 并于新年度计算出之数额较现行最低生活费变动达5%以上时调整之之下 市主管机关并应报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前项最低生活费之数额不得超过同一 最近年度中央主计机关所公布全国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 以下称所得基准70%同时不得低于台湾省其余县市可支配 所得中位数60%第一项锁定家庭财产包括动产及不动产 其金额应分别定之第一项申请因减负之文件审核认定程序等 四项之规定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 依第一项规定申请时其申请户之户内人口均应实际居住于户籍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 最且最近一年居住国内超过183日其申请时涉及之期间不予限制 委员杨玉勋等24人提案第11条 生活辅助以现金给付为原则但因实际需要得委托是当之社会救助机构 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家庭予以收容前向现金给付中央直辖市主管机关 并得一收入差别定定等级直辖市主管机关并应报中央主管机关被查 第一项现金给付锁定金额每四年调整一次由中央直辖市主管机关参照中央主际机关 发布之最近一年消费者物价指数较前次调整 之前一年消费者物价指数成长率公告调整之 但成长率为零或负数时不予调整 委员刘建国等20人提案第12条 低收入户成员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机关得 依其原领取现金给付之金额增加补助 但最高不得余40% 一年满65岁二怀胎满三个月三零有身心障碍手册或身心障碍证明 四单亲家庭五三岁以下婴幼儿 六长期卧病七婚姻移民 八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符合规定者前项 补助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支 委员杨玉欣等26人提案第15条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依需求提供或转介低收入户 及中低收入户中有工作能力者相关就业服务职业训练或以供代证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得适需要提供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创业辅导 创业贷款利息补贴交通 求职交通补助求职或职业训练期间之 临时托育及日间照顾津贴等其他就业服务与补助 参与第一项服务措施或自行求职之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 于一定期间及额度内因就业而增加之收入 得免记录第四条第一项及第四条之第一项第一款之家庭总收入 最长以三年为现金评估有必要者 得延长一年期增加收入之认定 免记录之期间及额度之限制等四项之规定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不愿接受第一项之服务措施 或接受后不愿工作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不予辅助 其他法令有性质相同之补助规定者不得重复领取 好那么谢谢我们先宣读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宣读 我们现在委员到齐了 我们就先来处理这个预算案 好那我们请各位请看 公务预算23案 那现在来第一案 林淑芬委员 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第一案 好没有意见 好我们就解冻 好第二案陈杰如委员 好陈杰如委员提案 好没有意见 好我们就解冻 第三案林淑芬委员 好不在场 好没有意见 好解冻 第四案民进党团提案 好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我们解冻 第五案林淑芬委员 好没有在场 好没有意见 好我们解冻 第六案 好民进党团 以及台联党团 好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我们解冻 第七案林淑芬委员提案 好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解冻 第八案林淑芬委员 好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解冻 第九案林淑芬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解冻 好第十案林淑芬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我们解冻 第十一案林淑芬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解冻第十二案 林淑芬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解冻 好第十三案 田秋景委员提案 田委员 好来 第十三案 第十三案 十九案换组决议 但十三案现在没有 好十三案 请看一下 行政单位有没有 跟委员沟通 来看委员同不同意 好 好那我们十三案 先保留 让田委员讨论一下 稍后回头 好十四案 台链党团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我们解冻 第十五案 林淑芬委员 好提案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 我们解冻 六案 刘建国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解冻 来第十七案 也是田委员的提案 来 那田委员提案这边 有没有跟委员沟通 十七案 有 好 那我们现在先保留一下 田委员的请来跟田委员都说明一下 再沟通一次 先保留十七案 第十八案 林淑芬委员提案 林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好解冻 来第十九案 田委员改为主决议 改为决议 已经宣读了吗 好宣读就改为决议 那二十案 林淑芬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我们解冻 第二十一案 也是田委员的提案 好那一样先保留一下 请跟委员沟通一下 好二十二案 林淑芬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我们解冻 第二十三案 林淑芬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我们解冻 好 那么以上是公务预算的部分 来那么营业及非营业部分 第一案 看一下台联党团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 解冻 来第二案 陈杰芬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解冻 来第三案 刘建国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解冻 来第四案 刘建国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解冻 来第五案 陈杰芬委员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意见解冻 第六案 台联党团提案 有没有意见 没有意见解冻 第七案 王玉明委员提案 来有没有 有有有没有意见 好有意见 来王委员请 请国建署的代表上 好 国建署请 来副署长 委员好 你们这边提到你们的那个研究 你说你所有的钱都是要去做研究吗 对不对 是这样子吗 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是要做研究 就是有关于这个三西的蓝光的光谱的 这个会引起的 就是使用的安全范围跟标准 那你们现在的研究计划预计什么时候要完成 如果委员现在可以解冻的话 我们是希望能够在年底前能够招标 能够 因为这个必须要做很多的这个跨领域的专家的这个研究 所以总经费需要多少 目前的总经费我们是编350万 希望委员能够支持 本期对于这个研究的期望很高 就是说要做的话就是要做到好 而且做得出有一些研究成果值得可以应用出来 对我们防治儿童的近视会有很显著的效果 所以350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我不希望你们是随随便便的委托 就是说那个整个研究团队 包括你讲的跨领域 事实上这个除了医学的 可能还要跨科技业的 我希望这一笔钱是要好好的去运用 而且做出成效来 你们是今年招标做什么时候 这个研究计划成果要出来 预计是多久的一个研究计划 为期一年还是多久 对为期一年的 所以明年就可以看到成果 是 就是现在开始招标的话 明年底可以看到成果 对如果招标顺利的话 好 那本期要求你们在这当中的一些研究进度的成果 必须要跟本委员会 特别是本期这边要知道 你们研究的过程还有那个成果好不好 是 我觉得必须接受高度的监督 是 谢谢 好 所以王委员同意解冻 好 好 那我们就解冻 好 那么第二个案 台联党团提案 有没有意见 好 没有意见 我们解冻 好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营业及非营业部分的解冻部分完成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购物预算 田委员这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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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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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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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谢谢 谢谢 第一 第一 相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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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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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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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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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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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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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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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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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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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第一 第二 第二 第一 第一 第二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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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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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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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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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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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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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二 第一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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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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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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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